發生的生活 家裡的口罩 爸爸就不知道怎麼過生活 小孩子小 他的老婆都要看顧我 經濟上面的報酬比較困難 我少了就两个还在学校 希望自己鼓励自己慢慢好起来 希望爸爸可以早点保护自衡 到我大学毕业成交业的样子